元旦廉假最后一天 爸妈带着小朋友来到龙井 参加亲子活动 活动主角颜宽恒 则扮演起杨光老虎叔叔 抢功选前最后黄金星期天 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来庆祝新年 台中市长卢秀燕 二号没公开行程 却也瞧瞧现身活动现场 和前国民党主席江启成 还有立委杨琼英 化身可爱动物 站台相挺颜宽恒 自然合体进行游讲侦达 不过面对两虎一犬一鹦鹉 小朋友似乎有点怯场 尽管杨琼英不断在一旁打pass 小朋友就是不说话 幸好主持人即使原场 才没让场面尴尬下去 活动告一段落 卢秀燕立刻快闪离开 由颜宽恒独挑大梁 所以未来我们一起跟大家一起努力 为我们这一块土地 为我们的地下的家乡 一起加油 谢谢 谢谢大家 不过这只阳光老虎被网红 英帝大地抓包 老虎装似乎穿反了 仔细看颜宽恒背影 出现一片白色圆形 明显是老虎肚子 不过现场似乎没人发现 事后颜宽恒幕僚表示 的确是不小心穿错了 颜宽恒则表示 对于选战前冲刺行程 已经规划完毕 老虎皮穿反小插曲 也意外引发讨论 但是这次是晨晨动 所以运离台中报道